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19世纪之前 哲学这个词往往意味着一种更高的综合 就是把所有的学科 所有的人类知识综合进一个体系之内 哲学是一种综合性知识 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从某种意义上讲 确实是成功的综合了当时自然哲学中的一部分 或者我们用现在的话讲 就是物理学中的经典力学部分 黑格尔推崇牛顿的成就 首先 他想做历史学上的牛顿 这就是他的历史哲学 他要在纷繁复杂 看似杂乱无章的人类历史发展中 找出贯穿始终的规律 其次 他还要把我们现在所说的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人类学等等学科 全部综合起来 统一起来 黑格尔是有意识地在朝这个目标迈进的 他有自然哲学 处理的是自然哲学的问题 还有精神现象学和精神哲学处理的是精神哲学中的问题 最后还要把这些都统一起来放进一个框架的一种独特的逻辑学 现在我们可能说黑格尔太疯狂了 但我们要注意 黑格尔的做法在当时应该说还是比较常见的 黑格尔同时代的人不仅有哲学家 甚至很多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都做了类似的尝试 现在他们被统称为观念论者 Idealists 或者更具体一点是德意志观念论者 不过 观念论式的做法可以说是作为综合性的哲学的最后的严肃尝试 现在的知识比黑格尔那个时候要多太多太多 黑格尔在那个时代都失败了 现在还可能吗 当然 现在也还是有这样的尝试的 但多数是以科普畅销书的形式 比如最近在全世界都很火的以色列作家赫拉利的人类简史 以前霍金的时间简史和丹内特的心灵的净化 这种书呢 从创造新知识的角度看一般意义不大 至少真正的科学家可能不会觉得他们太有用 但他们的意义在于可以给人提供一个整体性框架 让你去理解整个自然 整个世界 乃至整个人类历史 其实这是一种退化的 甚至有些娱乐化的黑格尔式体系性尝试 现在的这些体系基本很难和已经证明是失败的黑格尔体系相媲美 在19世纪黑格尔的影响还主要是在德意志国家 19世纪后半夜的很多德意志科学家喜欢说他们的科学是从黑格尔的体系中解放出来的 他们的科学不再需要挂开在一个所谓哲学体系之内 靠理论和事实就可以自己立起来 其实这种说法对于其他国家也适用 法国更早的脱离了这种建立体系的做法 这里有一个冷知识 如果大家了解一点演化生物学的历史 其实拉马克就是法国一个想要建构体系的人 英国相对来说对体系比法国更感兴趣 但却一直没成什么大的气候 总的来讲只有当追求体系式的哲学破产之后 各个实证科学方才能够破勇而出 简单的说哲学体系破产之后 科学精神方才能够兴起 德国法国英国在这方面的国别差异 也会反映到科学建制体系上 这一点我们在后来会讲到 不过要注意的一点是 实证科学的这种兴起不可能是突变式的 十九世纪特别是十九世纪早期做出了伟大科学成就的科学家 如法拉第等人仍然满脑子都在想哲学问题 这一点在泽国更加明显 总的来讲 十九世纪前五十年的科学家 一般都还有一些自然哲学的痕迹 而后五十年 现代意义的实证科学家越来越多 学者对哲学的兴趣在逐渐消退 也是越来越小 好了 本小节内容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